多隻又鮮嫩的烤鴨出爐 國外掏客來到臺灣 就是想吃這一位 眼看國門即將開放 飯店業者卯足全力 好吃的 好玩的 通通都備齊 但是卻面臨缺工問題 找不到員工成為業界難題 有業者透露一個房務員 原本一天打掃十二間房間 現在增加到一天十八間 不只沒有心血加入 連在職員工都被逼走 臺北市如希酒店 也因為人力吃緊 入住時間從三點延後到四點 假日甚至要到六點才能入住 同樣位於臺北的福華飯店 則是盡量增加實習或約聘人員 來補足人力 我們飯店來說基本上都會給予 像是公讀生習生 比較相對完整的教育訓練 以我們飯店來說呢 接下來可能會在 薪資結構的部分 以及工作人員名稱的 職稱的部分 來去做一些變化調整 臺北市二十家飯店業者 組成自救聯盟 提出引進移工 留住橋生 放寬工時三項訴求 向交通部喊話 要求政府伸出援手 好不容易要迎來產業春暖花開 業者希望別因為缺工問題 又讓觀光業進入另一個寒冬 華視人房請張道勇 台北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 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 支持所有人文化 comed好 健康 全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